然后还有一些外媒体参发一些 新疆的秦城寺有改革开放初期的 必须的教育学员以全部结业 学员读过学习能力得到了提高 所以有愿望有条件的学员精心阻挤 可以会见被告人 家属没有探视 新疆不但没有所谓的大规模财富秦城寺问题 反而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 维修维修秦城寺 投入大量的资金改善秦城寺条件 实施了期经粮友酒杯杯 期经粮友是指水电路气区 广播电视文化书物进秦城寺 其中举办秦城寺有精神设施 有冲水厕所 酒杯杯指的是 杯杯衣料服务 电子显示屏 电脑 电风扇或空调 消防设施 天安器 饮水设备 血套 或者血套机 出不贵等 极大方便了新教群众做礼拜 深受广大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的欢迎 实施证明宗教信仰自由在新疆得到全面的落实 穆斯林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力得到依法保障 正常宗教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2019年3月 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仪式会通过决议 战赏中国 关怀穆斯林群众所做的努力 希望那些在宗教问题上 戴着有色眼睛 采取双重标准的西方政客和媒体 正确看待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